这位年轻人正在与女友共度美好时光 突然表达歉意 原因何在呢 原来这位美丽的女生刚刚经历了与前男友的分手 而这位前男友竟然是她在游戏中认识的网友 此时她正在向她的闺蜜倾诉心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她的闺蜜并没有给予她安慰 反而觉得这一切十分有趣 正当她身陷伤感之际 她收到了前男友的最后一封短信 并且要求她退还之前送给她的珍贵装备 真是一个悲惨的情节 女主回想起自己本不喜欢游戏 她只是为了维系这段无谓的感情才参与其中 她甚至在游戏中花费了3000元购买时装 如果早知道那可恶的男人会离开她 她宁可去享受生活 女主刚准备登陆游戏查看装备 却收到前男友将她删除的消息 这简直是一个毫无余地的行为 愤怒的女主只能通过打小怪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就在她即将发动猛烈一击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回头发现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爆炸头玩家 点击资料查看 出乎她意料的是 她竟然是同一个工会的山田君 她尝试向她打招呼 然而对方显得冷漠 回消息竟需要长时间 当她准备结束对话时 山田君突然询问她是否在刷预言者之时 对于游戏新手的女主来说 山田君说的话完全难以理解 男主解释这个物品很稀有 只有这里的小怪才有0.01%的掉落概率 女主在听完后感叹自己昨天刚刚分手 而且还是因为这个游戏 没想到山田君依然冷漠 两分钟后回复一个不感兴趣的 女主感到对方完全不愿意交流 于是拒绝了她 随后 她一气之下发送了一串数字 反应过来后 她意识到不应该对陌生人发脾气 然而 山田君依旧不愿的态度 使女主的情绪变得更加不稳定 山田君离开后 女主只能通过喝咖啡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就在这时 游戏官方发来了一封通知 官方宣布将举办一周年线下活动 并且参与者可以获得限定礼品 这让女主回想起 她曾经和前男友一起玩这款游戏的时光 她意识到她有可能会带着新女友参加这个活动 令她感到非常气愤 第二天 女主和闺蜜一起来到学校 计划在放学后一同去购物 她决定通过购物 变成可爱的发型和瘦身按摩来改变自己 她为了展现出与前男友分手后的不同 完成这三个步骤后 焕然一新的女主来到游戏活动现场 热闹的氛围让女主想到因为自己的大手大脚 导致这个月的经费不足 突然有人喊出前男友的名字 女主回头 却发现她正与心余有亲力无间 眼看他们越走越远 女主赶忙追了上去 不料被一位男主绊倒 高跟鞋滑落的同时 女主也跌坐在地 觉得自己十分尴尬 就在她眼泪欲夺胖而出时 一位男主手拿高跟鞋 像王子一样走向她伸出援手 看到帅哥的女主心情瞬间平复 她解释自己刚才有点恍惚 撞到男主感到非常抱歉 男主的反应让女主感觉格外的熟悉 她想到游戏里的那个爆炸头山田君 不也是这样吗 就在对方要走的时候 女主试探性地叫出了爆炸头山田君这个名字 男主回头露出质疑的眼神问道 你是谁 另一边的前男友也被这个名字吸引了注意 她立马冲了上来 兴奋地握着男主的手 称自己是关注她三年的铁粉 原来男主是位超有名的职业玩家 女主虽也是第一次听说 但立马来了精神 她则当着前男友的面表示两人很熟 没想到对方毫不犹豫地否认 这让女主简直措手不及 便敲咪咪地说 请你像个武士一样扶若计贫 此时此刻有一位美女需要你的帮助 说完 从包里掏出主办方赠送的特点赠体 男主一看 是超稀有的预言者之时的聘马 前男友震惊 回忆起他给男主留言了三年 每个视频都不漏地看完了 但一次也没有搭上过话 他便不甘心地跪地嚎啕大叫 虽然跟自己想象中的方式不一样 但还是让渣男受到了攻击 而窃喜的是发现渣男的心女友撒娇 卖蒙地安慰着他 两人一副甜蜜无见的画面 为什么让女主感觉赢了比赛却输了 转眼女主拉上山田君来到居酒屋 开始向对方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山田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女主吐槽山田过于冷淡 是不会受女生欢迎的 山田则回应确实不受欢迎 而且也没有交往过女朋友 他觉得原来长这么帅是长期单身 职业恋爱也不完全是好事 像我就是因为游戏被分手 越想越悲惨 他便去卫生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来到卫生间后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因为摔倒了 他变得浑身脏兮兮的 脚也滑破了 显得格外落魄 从卫生间出来后 看到座位空荡荡的 刚经历被甩的女主 以为自己又被抛弃了 毕竟别人是被自己强行拖过来的 反正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个人了 越想越委屈 刚要歇斯底里的时候 男主出现了 原来男主刚刚发现他的脚受伤 便花了十秒左右的时间去买窗壳贴 这一举动 让此刻的女主心满得痛哭流涕 他直言今晚要请客 请大吃客吃不醉不归 转眼女主也真的喝谈了 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他定睛一看 是昨天刚认识的山田君 女主因试炼昨晚喝得鸣饼大醉 他醒来后发现躺在陌生的床上 对方竟是昨天刚认识的帅哥 眼看对方起身迎面走来 吓得女主直接从床上滚了下来 因为喝断片 又看到自己裸露的肌肤 山田君表示 昨晚你喝摊之后我很纠结 是把你带回家还是扔在街上 扔在街上显得我太不厚道了 所以就选择了前者 哪怕这样也是让我相当苦恼 顺便一提 你沾满呕吐物的衣服 已经洗好晾在卫生间了 还有昨晚居酒屋的钱 是我先垫付的 之后 丑态摆出的行为 还在初次见面的男生家里过夜 女主觉得真是对不起远在老家的妈妈 她回到家之后 立马点起香薰放松身体 再来一个紧致的脸部按摩 此刻人生简直完美 踏上拍拍下拍拍 才意识到前男友送的项链丢了 并且她翻遍了整个家里也没找到 她想到山田君便立马登陆游戏 可对方却不在线 她抽抽烟烟地回忆起 这是前男友送给自己的第一份礼物 紧接着她便跟游戏的会长 诉说了自己被甩和丢失项链的事情 这时她看到山田上线便立马私信 对方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项链 山田表示没有 随后便向会长涂刀 工会的工具箱总是满呢 一直用不了 哪怕自己整理好没两分钟也还是这样 被吐槽的女主直接就气下线了 另一边刚站起身的山田君 就被什么东西划到了脚 她捡起来才发现踩坏了女主的项链 女主这边骂骂咧咧地准备睡觉 却糟心地做个噩梦 被吓醒的女主 第二天就找到了好朋友吐槽 好朋友却表示已经听腻了渣男的故事 更想听游戏大神的 况且好朋友认为那个渣男都抛弃你了 女主还想着她送的礼物有什么用 真是于情未了 经过好朋友推成致富的吐槽后 成功放弃了渣男的话题 在回家的路上 女主思考着如何打发晚上无聊的时间 她却意外撞见了高中生的表白现场 不禁感叹青春的美好 想起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也有过似曾相识的画面 一个熟悉的声音将她拉了回来 扭头发现对方是山田君 因为马上就要到打爆的时间了 山田直言对方从叫住她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去七分钟 却什么也不说 她让对方先整理好重点 改天再跟她讨论 不顾对方傻眼 说完就要走 女主不经意叫住她 上前直言可爱的学妹向你表白 比起游戏 你是不是更应该先学会察言观色 这时她才反应过来 对方是在自己家哭了一夜的大姐姐 男主便把随身包好鞋带的项链还给了她 聊天过程中女主了解到 山田不仅是游戏大神 还非常聪明 目前是重点高中东城学院的三年级学生 眨眼 两人来到外面 女主道谢告别后 临着大雨一路小跑 山田看着背影追上去 从包里拿出雨伞表示不用 就帅气地临着雨跑了 雨过天晴 第二天女主就收到了一屋子快递 原来是在老家的母亲大人 想把她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 所以妈妈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寄了过来 刚下班的好朋友就被迫叫过来帮忙 经过两人的一顿整理 所有东西打包完毕 最后就剩下项链和雨伞 好朋友建议雨伞是新的可以留着 项链已经坏了扔了就行 女主想起先前山田跟自己说的话 最后所有东西全部丢掉 同时她也释怀了对前男友的感情 只留下了奶奶送的玩偶熊 劳累一晚后 好朋友打算让女主出钱请自己吃烤肉 转眼 山田均一脸不悦变得逐渐开朗 女主表示除了来还伞之外 还是想来道歉 活动那天幸好有你 于是她说完便抱着好朋友就走了 由于片刻的山田 最后还是叫住了女主 表示琉璃会长很担心 自那以后就没有再相见了 好朋友为刚结束失恋的女主 举办了一场联谊聚会 一上来就被看不见眼睛的小哥表白了 尴尬的女主只能通过心灵感应 来暗示好朋友自己想回家 然而小哥并不打算放弃 知道他喜欢玩游戏 小哥想以游戏为切入点进行深入详聊 当女主说出游戏的名字时 小哥瞬间卡机 谎称在广告上看到过 无奈女主只能大笑 回家的路上 好朋友抱怨好不容易来一次联谊 你却只不玩手机 女主表示跟游戏的琉璃会长 约好一起打游戏 而且对方很可爱 他猜测会长应该是个 大大咧咧的女孩子 好朋友质疑 对方如果是个 男干女装的大叔怎么办 与好朋友分别后 碰巧与一位哥特美女擦肩而过 美女给她的感觉很像琉璃酱 到家后她备好临时准备上线 刚登陆游戏就看到 琉璃酱和山田君在线 她本想加入进去 却发现两人正在亲密的对话 琉璃酱表示 肯是怀念工会刚成立的时候 她认为那时候每天就只有我们 现在来了很多人 她能够和山田君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 这举动直接震惊到了女主 认为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山田表示除了我们工会 还有别人在 这时琉璃才发现了女主 连忙上前打招呼 而这时山田因为有事提前下线 琉璃随即便说晚点电话联系 女主立马呆棱住 这让她回想起山田平时比较闷 她跟别人都没说过什么话 哪怕跟自己也最多是两个字 她却唯独跟琉璃是经常聊天 便更加确定了两人应该是情侣关系 然而不知为何 自己却对那两人的事情这么在意 另一边山田收到琉璃的私信 第二天因为昨天的事情 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以至于女主上课都想搜索 关于山田的信息 虽然她很想了解 但考虑到有点亏及别人隐私 所以又放弃了 放学后 女主偶遇之前联谊会上的表白小哥 回想起她也喜欢玩游戏 她便问对方有没有玩过FPS之类的游戏 认不认识职业玩家 不想对方再次卡机 又直言在广告上看到过 为缓解尴尬 两人一起走到地铁站 女主再次遇到昨天那个像琉璃的哥特女孩 女孩看着她跑向对面的男孩 女主定睛一看 对方竟是山田君 女孩举止亲密地拉着山田的衣服 女主回忆起山田之前说过 没有谈过女朋友 但是人家长得那么帅 肯定会有一两任女朋友也正常 女主越想 心里越是急躁 以至于回到家趴在床上也无心打游戏 这时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她打开一看是会长琉璃发来的 会长询问她有没有看到FOS的新闻 她想邀请女主下月一起参加 以此游戏为主题开展的咖啡厅联名活动 会长并直言刚才在线下偶然遇到山田君 也同样邀请了她 女主看到这里 脑海里瞬间想起了在地铁站遇见的那个女孩 她更加确信了对方就是琉璃 会长在琉璃真诚地邀请下 并答应了 这次的线下会面 能变美的面膜 吃个能减肥的早餐 她在精心打扮了一番后 坐上电车前往目的地 她下车后拿着地图分不清东西南北 怎么也找不到位置 突然身后一位戴眼镜的帅哥 不小心将她的手机撞掉 帅哥赶忙道歉 上前帮忙捡起手机时看到屏幕上的地图 之后女主就没心没肺地跟着帅哥走了 刚走没几步 对方就拼了命地夸她漂亮 她差点误以为对方是来搭讪 随后对方便滔滔不绝地想跟女主探讨游戏里的东西 对方说得过于专业 听得女主傻了眼 悬起来的心也安定了下来 原来对方只是个正常的游戏玩家 并表示自己在这个游戏里还只是个新手 懂得不多 不久前在工会的仓库里放了很多垃圾 结果还让别人生气了 但是工会的会长超级亲切 很喜欢现在的工会 听到这的帅哥露出了自带绿光的亲切脸 看得女主双眼直冷 这是不远处传来一个女孩的呼叫声 看到挥手的女孩 女主心里便认定了她就是琉璃会长 在看到旁边的山田时 她立马上前打招呼 秃头却害羞地躲了起来 哥特女孩上来就挽着山田的手臂盯着她 女主立马打招呼 夸她跟游戏里一样可爱 所以一眼就认出她了 谁知对方直接无视她询问后的眼睛 女主与游戏网友线下见面 不曾想对方竟然是个网络人妖 她误把哥特女孩当成了琉璃匠 搞错对象的小倩内心很慌张 看不下去的男主山田 提醒一旁聊得正嗨的黄毛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听到这个 小倩立马顿足失色 她回想起对方游戏上的角色 网络人妖四个字便脱口而出 黄毛回应她只是作为一个操作者 她能够让飘然落下到电子之海的女神 活动起来 我就是她 她就是我 我们相当于命运的共同体 结果就像她是我的女神 我的母亲 也是我的新娘这种感觉 绝对不是女主口中说的网络人妖 而此时的小倩 还没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她控诉自己不仅把手机号给了她 还把她当作知心好友一样 双方商量失恋的烦恼 英太表示放宽心不要慌 因为知道情况的只有琉璃将 旁边秃头见情况不妙 便转移话题 做自我介绍 她叫鸭田 游戏角色叫Take Soul 平时都在迷宫里是挂机状态 所以角色还没有跟大家见过面 这个哥特女孩叫小刘奈是英太的妹妹 同时也是琉璃将的原型 然后就是山田 想必你们已经认识了 听到两人早已认识 小刘奈顿时警惕起来 她询问她俩怎么回事 交代清楚 山田表示拒绝嫌麻烦 毕竟事情说来话长 小倩一句话概括 两人只是在游戏活动上认识的 说完就察觉到小刘奈乐 狠狠地盯着自己 小倩坦言 之前在游戏里看到 山田和英太一直黏在一起 自己误以为她俩是情侣 毕竟山田跟自己说过没有女朋友 山田解释 对方只是以前家住附近的前辈 游戏上被英太强制要求 化身流离的时候 必须配合她表演 没办法 这是前辈的命令 而且也不会因为 有没有女朋友这件小事去撒谎 小倩听完这话顿时喜上眉梢 随即脱口出太好了这三个字 听到重点的小刘奈立马警惕询问 那句太好了是什么意思 小倩呆住 英太立马用手堵住妹妹的嘴 并道歉妹妹的领地意识比较强 她表示妹妹现在正处于叛逆 期待人比较苛刻 小倩说完没关系后 扭头发现山田正在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她感觉快要被看透 心虚的小倩吓得连杯子都没拿稳 直接摔落在地 回过神后女主立马蹲下要收拾玻璃渣 被山田伸手拦住 她表示很危险 还是让店里的人来收拾吧 碰到手指的小倩心里顿时荡漾起来 她紧张地转身飞了过去 心想自己的脸现在一定很红 女主正打算要去厕所冷静一下 这边意识到情况的山田便起身找借口 说自己出去打个电话 松了口气的小倩这才回到了座位 随后英泰也找了个借口说想去摘花 便跟了出去 她看着山田盯着手机独自一人坐着 上前调侃 你不是不会撒谎吗 还说要出来打电话 山田解释刚才刘奈说了那样的话 感觉小倩听了很不愉快 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厌恶的氛围 英泰化身情感大事直言对方只是因为害羞而已 接下来就请你自行品味 随后转移话题 没想到现实中小倩是个大量人 因为你说跟游戏的角色一样 我还以为像个谜 山田回忆觉得一模一样 真的很迷 称自己对女人的长相分不出差别 英泰吐槽你就是这样才交不到一个女朋友 随后聚会结束 大家一一不舍道别 英泰又化身流离 遗憾地对小倩说自己一会还有工作 不然她就亲自送女主回家了 在一旁板着脸的刘奈盯着前方的三人 她称那个女人老是缠着哥哥和山田 自己很讨厌她 明明之前一直都是四个人的团体 现在却多了一个外人 她暗暗心想 自己一定要把那个女人赶出公会了 因为山田和小倩的家在一个方向 连邀山田一起坐地铁回家 但两人沉默的氛围很是尴尬 小倩便开始主动找上话题 什么话都只回答两个字的山田 直接让两人无话可说了 这时地铁的晃动 让没站稳的小倩朝着山田扑了个满怀 细心的山田提议两人互换了位置 女主抬头发现周围的女人都在花痴地盯着山田 回忆起自己当初也是第一眼被她帅气的脸庞惊叹 女主又想起刘曼说的话 甩甩头 理清思绪 认清现实 在心里强调 她只是自己认识的网友而已 随即又开始了聊天挑战 询问山田晚饭吃什么 山田回答布丁 事后真的在便利店买了一个布丁 女主直接惊呆 小倩原以为对方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竟是真的 回家路上得知山田是一个人居住 并且不会做饭 平时吃饭基本也都是在便利店解决 小倩想到她还只是个高中生 又一个人居住 好像也没听她提到过亲人的事情 自己也不好随意过问 产生爱心的她 让山田在此地等她十分钟 自己快去快回 坐下等待的山田 回忆起对方之前因为失恋还那么消沉 而现在她已经振作起来了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这边小倩快速回到家 三下五除二拿出打包盒 她打包着自己早上煮好的咖喱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朝着山田跑去 山田定睛一看 对方大包小包的跑来 小倩解释这是自己早上煮的咖喱 打包了两天的量 考虑到对方可能也不会煮米饭 所以也准备了米饭 但是最近手头比较紧 所以没有放太多肉 作为跟她交换便利店买的布丁 山田不好意思想拒绝 可闻到香喷喷的咖喱 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时小倩电话响起 没想到对方竟是小刘奈 她找哥哥要了小倩的电话 称自己很抱歉 自己对第一次见面的女主这么没礼貌 想和她好好相处 她又和女主约定下周六一起出来玩 小倩痛快地答应了 并开心地和山田分享自己 下周六要和小刘奈约会 看着她开心的样子 山田也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 回到家的山田打开手机查看日历 她想起与小刘奈约好的家庭补习 不就是下周六吗 可她跟小倩约的也是周六 难道是自己记错了 死忠粉遇到偶像 竟直接追到了女厕所 她不但要求对方赶紧把门打开 还单膝下跪直接求婚 男主山田接到英泰的电话 让她今天过来给妹妹刘奈做家教室 并且让她顺便把之前说的漫画书带过来 山田疑惑 今天不是刘奈跟小倩约好要出去玩的日子吗 带着疑问的她来到了英泰家 她看到刘奈便询问她 今天难道不该有事情要办吗 刘奈遮遮掩掩的说着没有 这时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山田看到来电显示是女主小倩的名字 问她是不是放了人家鸽子 刘奈表示不是什么大事 自己已经安排好了 邀请了哥哥游戏账号上的死忠粉 替她过去赴约 她还强调对方非常兴奋的答应 听到对方是死忠粉的山田 立马感觉到了危险 她询问地点在哪里 要过去看看 男主刚要出门 碰巧遇到英泰拿着零食过来 在得知自己妹妹干的事情后 立马打开电脑查看网上的聊天记录 而旁边的刘奈看着手机里 四个人一起拍的合照 美好的回忆席卷而来 那时候的自己及三位男性的宠爱于一身 现在却多了一个外人 打破了原先的小团体 英泰确定好位置后 打电话给了鸭田先生 转眼得知小倩遇到危险的鸭田先生 着急忙慌地打了过来 之后几人立马乘坐着粉色小车车 一路狂飙向目的地出发 另一边的小倩 此时的她对面正坐着一位身着西装 戴着眼睛的钟芬南 对方将小倩误认为 她就是游戏上的琉璃匠 虽然小倩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自己不是 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一个劲地说着自己是怎样地崇拜着她 惊慌失措的小倩找了借口 说自己要去洗手间就跑了 不明情况的她到洗手间 就立马给刘奈打去了电话 可对方压根不接她电话 正在纠结该怎么办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 女主没想到钟芬南竟然闯进了女卫生间 她还站在门口称担心她的身体 让赶紧开门 这边几人到达地点后 山田一眼找到了女主 男主见她情况有点奇怪 刚想上前就被压田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抢先 这时小倩才发现大家都过来了很是惊讶 山田看到女主小腿的伤 询问这是什么情况 钟芬南刚要上前解释 就被英太扯住了领带 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原因是小倩在厕所待得太久 担心她在厕所晕倒 所以想去送纸痛药 因为她不开门 所以就从下面递了进去 受到过度惊吓的小倩 小腿直接就撞到了马桶盖上 钟芬南很疑惑 毕竟她的老母亲说过 如果遇到女性很不舒服在厕所待很久 就要默默地给她拿出纸痛药 看着小倩疲惫的样子 山田上前道歉 她表示早点告诉自己和刘奈约好 也是今天要给她补习就好了 那么女主就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明白情况的小倩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心里顿时明亮 她扭头发现不远处 刘奈一脸愧疚地独自站在原地 不敢面对她的刘奈转身就逃跑了 小倩赶忙起身去追 却不想受伤的小腿又撞到了椅子上 听到声音立马跑回来的刘奈 才注意到小倩腿上的伤 她刚想道歉就被哥哥英太严肃地表示过来 我要好好教训 一脸绝望地她把目光看向山田 看着被英太拉走的刘奈 小倩还是于心不忍假装自己肚子痛得不行 女主表示钟芬南的止痛药不管用 并且她认为要服用药剂师调配的第一类药品才可以 而且要去车站右转500米的那家药店才行 女主要求他们三人一起去 并让刘奈留下来帮她揉肚子 人都走后 场面很是安静 刘奈却不敢面对她 小倩只好找话题缓解气氛 询问她游戏人物多少急了 刘奈回答两个号都满集 小倩一脸失望地说自己等级太低 看来不能一起去狩猎了 先前邀请山田被她拒绝了 嫌弃自己的等级太低 刘奈表示自己不在意这个 而且也有等级低的号 听到这话 小倩便开心地想邀请她下次一起玩 刘奈很是不解 坦白自己就是因为讨厌她 于是她才放了女主鸽子故意不来赴约 还找了个大叔来让她感到困扰 让她从此讨厌上游戏 这样就能把她赶出公会 小倩听完后总算是明白了 但又想到刚才她看见自己受伤后露出担心的表情 女主直言道 说教的话还是交给你老哥吧 今天只是想来和她交朋友的 很庆幸自己能进来这么好的公会 大家都是好人 也是刘奈重要的朋友 所以希望刘奈能同意她成为这个小团体的一份子 这一举动直接把小刘奈感动得稀里哗啦 她边哭边扯着嗓子认真地跟小倩道歉 这边买完东西回来的三人 看到和睦的画面很是惊讶 唯独山田盯着小倩的笑脸看呆了眼 随后坐下闲谈 山田表示今天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天 小倩回应 虽然自己不太会谈恋爱 但是很擅长跟女生相处 刘奈将从小就是家里的公主 她有过度保护的妈妈和温柔的爸爸 还有一个媚控的哥哥 这样的家庭氛围 让她成为了娇生惯养的女孩 以至于她在学校都处处显示着孤傲的高冷 导致没有同学们敢靠近她 实际上她很想交朋友 但个性内向又任性 是个超级胆小鬼 同时她也拥有着爵士的容颜 所以也有很多男生默默地暗恋着 却又因为她私下的穿搭比较另类 让男生们也不敢接近 刘奈的哥哥是个大帅哥 从小认识的山田哥也是个爵士美男 这两个帅哥成了她看男生的基准 她自然地觉得班上的男生们都长得像芋头 虽然以前也有过因为带的蝴蝶结太大 而被高年级生霸凌过了 但她对此毫不在意 因为她有在游戏上认识的300个网友们 这天刘奈在班级上看到同学们在跳奇怪的舞 内心蠢蠢欲动 放学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唯一的女性朋友 女主小倩 因为之前的接触 两人就此成为了朋友 刘奈兴奋地向小倩展示着 今天在学校看到的奇怪舞蹈 因为小倩比刘奈年长 所以即使刘奈恶作剧或是耍性的 她也不会介意依然和对方做朋友 但小倩也不会刻意地去迎合刘奈 所以当刘奈因为小事而不高兴的时候 她也不会随时随地地哄着她 应该说是可能都没发现对方在生气 但正因为小倩这大大咧咧的性格 正因为与家人相处的方式不一样 让刘奈也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隔天 三人窝居在小倩家中 好朋友小桃则是哀怨到好想谈恋爱 跟她妈妈当年一样来着 可现在别说老公了 连个男朋友都找不到 然而一旁的刘奈在叫小倩玩游戏 所以两人根本就没听见小桃说的话 这时小倩聊起了山田 她表示最近和山田在游戏上 不断加了好友 两人还比之前更亲近了 听到这个 小桃简直羡慕惨了 她正当要继续游戏时 电脑突然崩了直接冒了白烟 回到家的刘奈把小倩电脑坏掉的情况 告诉了哥哥英太 英太灵机一动 给正在睡觉的山田打去了电话 她希望山田有空的话 可以带上零件去帮小倩修一下电脑 虽然自己去也可以 但是健康男子进入可爱大学生的房间 有个万一可就糟了 隔天没了电脑的小倩正泪流满面地看着打工情况 她准备赚钱买新的电脑 此时门铃响起 打开一看 竟是山田帅气的脸庞 在得知对方是来修电脑的 小倩立马化身迷媚 未来老公瞬间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进入房间后 刘奈抬头一看 目光感受到了一丝邪气 于是出声提醒 为了招待山田大神的光临 小倩准备了丰盛的下午茶 刘奈看着两人的奇妙的氛围 想到哥哥之前说过的话 刘奈忍不住拿起手机 偷拍一张发给了哥哥 英太表示看着不错 但还是感觉有些距离 哥哥交给刘奈一个神圣而艰巨的任务 希望他能帮助这两人感情升华 并让他们两人发展成恋爱式喜剧 然而智商有限的刘奈 脑子里只能想到喜剧三部 撞 首先洗澡的时候让两人在浴室撞见 其次 再一个不小心吃到豆腐 最后 再吃着吐司让两人不小心撞到在一起 相互投胃计划简直完美 开始实行第一步 上前询问小倩要不要先去洗澡 她惨遭女主拒绝 因为正在做饭 所以小倩打算晚上再洗 刘奈只好询问山田 对方也表示拒绝 她没办法只能走最后一步上吐司 磨点果酱 快速塞进嘴里 没想小倩这家伙竟直接吃完了 气急败坏的刘奈直接把小倩山田身上一推 两人撞到了一起 刘奈虽然看到两人是贴在了一起 下一步该怎么做还没想好 气愤的小倩刚想教训一下刘奈 没想到头发直接扫到了山田的眼睛 焦急的小倩直接贴身捧住了山田的脸 上前查看 好家伙 这一波操作 害羞的山田立马拨开小倩的手 女主挡住了自己熟透的小脸蛋 吓得小倩误以为山田不喜欢被别人触碰 慌忙地接连道歉 随后山田起身称望拿了修理的零件 自己要回家去拿 她开门后像逃跑式的走掉了 从小倩家出来的山田来到便利店买了一瓶饮料 想来平复一下情绪 她遭遇收银店员搭讪 对方询问山田是不是在东城学院念书 因为看她的制服应该是那个学院的 并表示自己是从那个学院毕业的 店员询问能否知道她的名字 想和她聊聊天 山田表示抱歉称自己还有急事 店员听言便露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山田很是不解 她为什么要露出这样的脸 自己确实是有急事 而且也不知道该跟对方聊什么 她心想完全搞不懂这种情况 所以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 回忆起小时候 班级里有个女生经常被其他同学们欺负 虽然跟自己没关系 但对方却觉得只要有山田在 就算被欺负也没关系 甚至对方还想以后长大了也要一直在一起 山田很是不解 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她表示自己没办法对那种事能保证什么 此话一出 女孩感到伤心了也觉得是自己一厢情愿 从这时候起 山田就不想跟女生有过多的交集 山田拿好零件回来时 看到小倩留给自己的蛋包饭 而此时屋里的两人正在呼呼大睡 为了不吵醒两人 山田小心翼翼地开始修理电脑 准备拆开工具修理 不听话的工具像长了腿似的跑了出去 刚好掉在了小倩的旁边 她捡起工具后 山田忍不住抬头看向熟睡中的小倩 她看着那修长的景博和漂亮的侧颜 山田伸手不由自主取下了发夹 没了发夹的固定 蓬松顺滑的发丝顺着颈簸飘落下来 看呆的山田挪不开眼 此刻的氛围让她的心里多了一份激动 突然门铃声响起 山田起身开门发现对方是小倩的前男友 对方很是吃惊 没想到自己游戏上的偶像居然出现在这里 她回想起之前见面时 小倩说山田是她新男友 但又想到应该是不可能 她估计是小倩为了面子在自导自演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是山田的铁粉 每天每分每秒 都在关注山田的所有的社交账号信息 她没有女色无任何异常 言归正传 渣男表示这次来是想把之前小倩送便当的盒子 拿来还给女主 因为脑子不好总是忘记 所以一不小心就积攒了这么多 并且她表示 估计小倩现在可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嘴脸 于是 她想拜托山田把便当盒转交给小倩 并且不要说她来过 至于饭盒就说是凭空冒出来了 渣男刚走 小倩这边打开了门头钻了出来 此时山田不确定她从什么时候就站在这里 但她还是努力守约说这是凭空冒出来的 小倩接过手提袋 看到便当就知道是渣男来过 随后她便忍不住大笑 吐槽山田一本正经的撒着我 两人进屋后 山田从口袋里拿出发家还给小倩 小倩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经散谈了 耿直的山田直言是自己趁她睡着的时候取下来的 听到的小倩不知该做何反应 上前询问为什么 山田直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想这么做 她也搞不懂 听得小倩有点把持不住 小路乱撞 随后英泰打来电话 询问维修电脑还需要什么零件 事后这天 小倩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店面试 她想赚点钱还给山田和英泰的维修费 结束后她打电话给好朋友小桃 分享这两天的情况 而小桃则在卫生间化妆打扮 准备要去联谊 晚上当洗完澡的小倩收到好朋友的消息 吐槽今天也没找到她的王子 隔天 山田的学校正在准备文化剂的活动 而山田扔的垃圾都会迎来一旁的女生们围观 朋友表示女生们看山田的视线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热 如果男主参加校草选拔肯定就是冠军 虽然山田拒绝了 但是委员会的人似乎还没有放弃 这时楼上的女生们告知山田她的手机正在响个不停 回到座位的山田 看到自己的手机下面垫了一条毛巾 小春表示太吵 所以就拿毛巾垫在上面了 小春也是个游戏好手 询问山田最近是不是实力下降了 昨天的比赛她看了转播反应很是迟钝 瞄准的太差了 难道是为了别的游戏 而导致她的FPS的实力下降吗 山田解释昨天的比赛连的是海外的服务器 所以路线延迟的比较严重 小春吐槽不要把网络环境当借口 这是山田收到游戏工会琉璃匠发来的消息 她表示工会今年将参加山田学校举办的文化季 因此需要山田来负责准备成员们的通行证 参加者有英太 刘奈和鸦田先生 而小倩则作为赞助商出席 这个男人肤色白皙 身材高挑 五官清秀的脸庞格外俊俏 然而她却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位普通的女大学生 文化季当天 刘奈 鸦田和英太来参加山田学校举办的文化季活动 而小倩为了感谢他们 之前上门修电脑的回忆 这次她将作为赞助商出席 邀请他们大吃特吃 然而此时的刘奈却什么也不想吃 原因是她明年将要报考这所学校 此刻的她信心不足 所以一大早开始就一直持续着异常紧张的状态 热闹的文化季现场 也只有英太和鸦田先生最为期待了 他们一心只想着进鬼屋 小倩打算拉着刘奈先到处逛逛 这时刘奈因为过度紧张而导致肚子痛 随后小倩将她送去了卫生间 自己则在门口等候 这时女主收到英太发来的短信 15分钟后大家在操场集合 小倩不知道山田能否抽出时间来跟他们赴约 所以她正打算发短信询问一下男主 但她又考虑到自己这样似乎太积极了 所以还是放弃了 这时对面教室的纸箱掉落下来 从里面出来两个男生准备上前帮忙 她看到其中一个男生就是自己心里想了山田 女主刚想上去打招呼 却被突然窜出来的同学意外打断 看来她应该很忙 自己还是不要打扰她的好 小倩看着手表 感觉等了好久 刚准备进去看看 发现身后伸出一只手 回头一看 竟是山田 两人相见 这无视旁人的奇妙氛围 原来山田刚刚也看到了她 她把东西搬进教室放好之后 立马就出来寻她了 看到山田的小倩异常的开心 便开始把刘奈的情况告诉了她 另一边开门出来的小春 看见两人粉色泡泡的氛围 心里莫名有点酸 随后两人将刘犁带去了医务室做检查 抬起头的刘奈 注意到山田正拿着手机在打字 在她得知正在联系哥哥英太 立马飞扑上去抢夺了手机 如果哥哥知道情况 自己绝对会被强制带回家 委屈的自己为了能来这边吃美食 从昨晚开始就一直什么都没有吃 看来这才是导致她肚子痛的原因 随后小倩称自己去买点东西过来给她吃 刘奈表示自己想要可丽饼 起司热狗 章鱼烧 猪肉味增汤 还有校长的限定纪念T恤 鉴于小倩对学校不熟悉 山田打算陪小倩一起去 可这一路走去 两人都格外的引人注目 凡是能看到两人身影呢 迷妹们眼睛从头到尾都在直勾勾地看着 并在迷妹们还私下怯怯私语 然而 木讷的山田虽然感觉到了众人的目光 却不知是为何 一望而知的小倩正准备分开走 身后的山田意外与体育老师相撞 看见一旁的靓女老师也是惊呆住 她连忙拍打夸赞山田很有一套 并表示这么帅却一直单身 女主还以为她是个阴沉的家伙呢 现在简直改观了 靓女老师随即盯上小倩 上前询问是哪个高中的 得知她是大学生后 老师大声直言 原来山田喜欢大姐姐 很厉害嘛 作为老师的我为你骄傲 这时 快速上来三位一年级的死忠迷妹 三人一同询问两个人是否正在交往 他们像个小鸡仔一样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经过小倩的一番解释 三人豁然开朗 随后 两人从校舍大楼疲惫地走了出来 刚巧 游完回来的鸭田和英泰遇见了他们 英泰上前查看 小倩的脸色感觉变得苍老了许多 小倩便开始讲述了两人遇到的情况 了解完情况的英泰便开始助攻 表示与其被周围人盯着不自在 之后她又表示 不如你们干脆直接交往看看 英泰转身询问山田意下如何 看着一脸坏心眼子的英泰 山田顺势配合起了她并表示同意 听到回答的小倩整个人呆住了 英泰和山田两人一唱一和地开着玩笑 玩笑过后 英泰才注意到小倩满脸通红地尬在那里 她意识到玩笑有点过 开口向小倩道歉 小倩向山田看去 看到对方一脸坦然的表情 自己很是尴尬 起身示意她还要去给刘奈买东西就走了 刚准备追上去的英泰 被身后的山田直接赶超追了上去 无地自容的小倩快速穿梭在走廊中 她想到山田呆住的脸 自己竟然把玩笑话当真 真是丢脸丢大了 回头看着山田朝自己走来 紧张的小倩立马往前跑 看到小倩逃跑的背影 山田忍不住地上前追去 第一次听见山田叫自己的名字 小倩也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因为山田从来没这样叫过她 甚至以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眼看周围围满了山田的小迷妹们 无奈之下 小倩拖着山田来到了安静的楼梯间 毕竟刚刚周围都布满了杀气 检查没人之后山田开始道歉 她表示知道英泰故意跟自己开玩笑 所以就配合了一下 她并没有想要戏弄小倩的意思 小倩回应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自己没有生气 只是感觉有点丢脸 所以才忍不住说了那些话 山田疑惑追问为什么会感觉到丢脸 小倩转身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确定她并没有生气的山田 瞬间没开眼笑 小倩看着山田的笑脸情不自禁问男主 如果她把英泰的玩笑当真 开口跟她说交往的话 她会怎么做呢 听到这话山田惊住了 认真思考良久之后刚要开口 害怕听到答案的小倩 立马说这只是个玩笑 她又说因为会有人当真 所以恋爱话题最好不要拿来开玩笑哦 女主说完就准备要走 身后的山田连忙出声道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会是我的荣幸 但对她这么无聊的家伙来说 没敢想过这种事情 因为小倩是个高不可攀的对象 就像那遥不可及的高领之花一样 妙语惊人 小倩震惊对方开了的国际玩笑 山田表示没开玩笑 此刻生病的小倩很严重浑身无力 就连喝口水嗓子也是痛得吞不下去 她虚弱的瘫趴在地上 浑身发热头痛脑胀 就在前一天 山田来到了小倩所在的便利店 因为现在有抽奖活动 所以之前在游戏上纠缠了山田好一阵 就是为了让她来抽奖 虽然最后抽中了一桶泡面 小倩表示自己一会就下班了 让山田等等 跟她一起回家 随后 山田就在外面乖乖地等着 阿姨调侃小倩 男友在乖乖地等她呢 小倩回答 两人不是那种关系 眼间的阿姨一眼就看出了 小倩喜欢的山田 小倩终于下班 两人结伴回家 小倩表示 并不是为了抽奖活动而叫山田来的 主要是她做了便当 想送给山田表达心意 回上次修电脑的回礼 毕竟在文化季的时候 没来得及致血 而且最近打工 自己手头上也宽裕了很多 所以准备了超豪华的便当 这时 打完喷嚏的小倩怕传染给她 立马从包里寻找口罩 这时 身后骑来一辆自行车 眼疾手快的山田 立马搂着小倩往身边拉 戴起口罩的小倩 因为山田刚刚的举动 心里很是激动 她心里想到 山田比刚认识的时候 要坦率很多呢 也很温柔 两人逐渐变得清静 让她很是开心 回到家的小倩 正和好朋友坐着美甲 聊着心事 这时 刘奈将打来了电话 接到电话的小倩 晴天霹雳地听着 刘奈歇斯底里的大嗓门 她表示现在要见一面 工会有大事发生 随后两人见面 刘奈询问小倩 有没有看到简讯 她怒发冲冠地表示 工会又加入了 一个不认识的女生 因为孤傲的性格 导致刘奈异常的排外 她担心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大考结束回归时 工会会变得 不是原来的工会了 小倩却很期待 新成员的加入 悠哉地拿出 刚刚买的饮料 所以 刘奈准备了 赶走新成员的计划书 小倩出声制止 并安慰到新手容易紧张 应该好好欢迎对方才对 只要认真交流 说不定就能成为好朋友 而且能和平时 没有交集的人做朋友 自己想想就会很兴奋 听到这话 刘奈却很激动 她不想这样 她害怕小倩有了新朋友 会经常跟对方玩 忽略自己 经过小倩一番劝解 刘奈也只好 勉为其难地答应她 她听哥哥英太讲 这次的新成员 是山田介绍的 据说是她班上的女生 关系好像挺要好的 平时他们都在玩 FPS类的游戏 现在想玩MMO 来转换一下心情 她给山田打电话 询问过情况 山田却什么也不敢说 男主还警告 刘奈恶作剧的话 她会发脾气的 听到这话 小倩感到很意外 没想到山田 会介绍女孩子进来 机灵的刘奈起身 找小倩要手机 存入了山田的号码 让女主打电话问问 毕竟如果是小倩的话 她应该会愿意说 另一边补戏班里 小春正在感谢 山田拉她进游戏工会 这时山田的手机响起 山田看到陌生的号码 而且马上就要上课了 所以就没接 说起来 山田一直都有 很多这种陌生来电 她只要一接电话 就会有陌生女生告白 旁边的小春出声道 山田应该对恋爱的 是不感兴趣吧 放学路上 山田拿起手机 给刚刚那个陌生的 号码回了过去 小春则在一旁 默默地看着 电话响起 山田才知道 对方竟是小倩 男主很疑惑 对方怎么会有 自己的号码 小倩解释完 刘奈的情况 随即又打了一个喷嚏 虽然有很多事情要问 但她现在不得不 马上赶去加班 因为联系不到晚班的人 现在被迫叫过去救急 等男主挂完电话后 小春询问 是不是文化纪的那个女生 并且她还表示 双方很熟啊 接着又问小倩 是个怎样的人 山田回想起 每次见面时 女主总是奇奇怪怪 可可爱爱的表情 同时又不拘小杰 风姿卓月 她自己也不清楚 究竟是怎样的 听完小春沉默地直言 山田是不是喜欢小倩 另一边小倩 气喘吁吁地来到便利店 本来感觉有点感冒 想早点休息的 她却为了撬班的惯犯 被迫叫过来加班器人 来到更衣室准备换衣服的小倩 瞧手机被甩了出去 前期手机看到自己 跟山田的通话记录 心里莫名地美滋滋 顿感奇妙 就算感冒加班 她也有了动力 第二天山田正在给刘奈 补习功课 电话响起 刘奈接起小倩的电话 表示自己感冒了 看来今天没办法一起打游戏了 挂了电话的刘奈 很是担心小倩的情况 不知道言不言重 一旁的山田虽然听见了 却也没开口说什么 只留下呆滞的眼神 然而此时的小倩非常严重 拖着疲惫的身体 一步一步走到了厨房 嗓子痛得连水也吞不下去 她想吃药 但要先吃点东西才行 毕竟从昨天开始 就什么都没吃 浑身发软的小倩 无力地趴在地上 天天在今天诸事不顺 附近的诊所 因为是周六日 所以在休诊中 家里的冰箱也空了 大米也没了 朋友的电话也打不通 女主无奈撑起疲惫的身体 打算出去买点粥来吃 头脑发热导致她忘记 可以点外卖 她又怕坐公交车 会传播病毒 所以戴着口罩 打算去骑自行车 女主希望能靠着毅力 撑过今晚 刚碰到自行车 小倩就无力地倒了下去 然而独自走在路边的山田 听见了自行车倒地的声音 小倩虚弱地取下口罩 浑身发热无力 她想将自行车扶好 却怎么也使不上力 眼看一旁的自行车 要砸下来 山田及时出现护住了她 听到山田的声音 小倩抬起头 头昏脑胀的她误以为这是梦 毕竟她认为山田 不可能出现在自己家 虚弱地她整个人朝后倒去 山田立马将她接住 看着她的脸立马将她抱起 小倩因重病晕倒 小春这边给山田打去电话 但因她在照顾未来的女友 所以没时间 好兄弟小刚则调侃道 不接电话真是稀奇 说不定小春正和某个量 你在一起呢 随后又对小春说道 如果你再不采取行动 山田可是会被别人抢走的 听到这话的小春吓得急哭了 还不如早点表白 墨迹什么 小春知道 虽然山田拥有一张万人迷的脸 但她和外表相反的性格 却是沉默寡言 非常低调 她明明是个温柔的人 却看似冷漠 拒绝过很多女生表白 就在上周刚拒绝了笑话的表白 导致同学们误认为山田可能有问题 二年级的时候 她曾问过山田的理想型和要求 毕竟一直单身的话 学校的谣言只会传得越来越过分 可不管怎么问 山田都满不在乎 表示没有 只因她在小学时期 听到过一个女孩说喜欢她 但那个女孩因为长期受到欺凌 所以不怎么来学校 只因两人家住得比较近 经常被班主任拜托送资料过去 一去二来 两人也就熟了起来 过后对方偶尔也会来学校 但如果没有山田的陪伴 她就一个人缩在角落里 所以山田都会尽可能地多待在她身边 导致女孩认为山田跟自己心里所想一样 一直在一起 但实际上山田根本没有多余的想法 因为她只是照着老师的吩咐去做 仅此而已 后来那个女孩哭得很伤心 没多久就转学了 那时候的山田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到现在还会偶尔想起这个问题 她不懂也不理解 开始觉得麻烦 自那之后 山田就很不擅长跟女生打交道 小春却看明白了她的想法 看来山田这个人对自己压根不上心 更别说那些对她抱有期待的人 她更加不会在意 甚至是故意不去在意 因为嫌麻烦 这时候开始 小春就明白了 自己绝不能喜欢上她 否则绝对会遍体鳞伤 但最后小春还是不受控制的动摇了 且用情至深 这边山田帮小倩买好药刚回来 贴着退热贴的小倩正大口喘着气 山田想给她喂点水喝 吞不下去的她都吐了出来 男主摸着她的脸 感觉格外的疼 她嘴里却嘀咕着好冷 女主温度迟迟没有下降 她看了一眼时间 还不到九点 山田一声声叫醒神志不清的小倩 询问她保险在哪里 她找到之后叫来出租车 用被子将小倩裹起 抱着她前往夜间诊所 经过医生的治疗 两点出头 回到家的小倩醒了过来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坐起 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 看到坐在边上睡着的山田 惊得目瞪口呆 她赶忙走下床 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一阵凉风袭来 吹走了山田的困意 看着木论的小倩 而此刻的她却还以为这只是个梦 听到山田的声音才清醒过来 但过于激动又导致剧烈头痛 她重新躺回床上后 山田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听完后小倩万分感动 她没想到山田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跑过来照顾自己 真是体贴 这时山田拿到一本书 书名是 献给失恋的你 山田表示因为很闲 所以就拿来看了 虽然也看不懂 小倩回答自然是看不懂 毕竟比起失恋 你应该是让人失恋的那一方 随后又讲到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让别人失恋应该也不好受吧 毕竟像山田这么温柔的人 应该会感到难受和痛苦吧 山田回忆小学时那个女孩 直言自己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 女主看着山田空洞的眼神 跟前男友那时候的眼神一样 她也是一副深感抱歉 痛苦不堪的样子 小倩表示 恋爱其实没什么 虽然被劈腿了 但前男友没有选择隐瞒 而是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分手 自己也很直接地同意了 所以也没遇到更悲惨的事情 这样就挺好 没有不好的回忆 等到她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怀念的不是泪流满面 而是开怀大笑的我 她会懊悔自己甩了我 她竟然错过了我这么好的女孩 山田回想起那个女孩 如果对方微笑着面对自己 或许自己现在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小倩感到肚子饿 想吃山田买来的布丁 看着她的身影 小倩莫名地感到安心 如果不是她在这里 自己肯定很心慌 女主刚吃完布丁就感觉到腿抽筋 痛得哇哇大叫 山田无奈地上床将她的脚绷直 虽然会很痛 但只要忍忍就过去了 果然没意会就好了 小倩夸张地表示 自己差一点就挂了 山田看着她恢复了精气神的样子 根本挪不开眼 奇怪的氛围 两人互相对视 感觉怪怪的 山田突然贴身靠近 吓得女主直接往后倒去 原来她只是捡到了吃布丁的勺子 小倩莫名开口说自己刚才没有躲她 反应过来的山田忍不住笑了 隔天小倩已经恢复过来 照顾了一夜的山田也打算离开 临走之前交代小倩先观察一天后 再去诊所检查一下 因为昨天太晚 所以没有检查得太精细 女主看着山田要走的背影 小倩的身体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她 依依不舍地拉住了她的衣服 反应过来后小倩连忙道歉 与无伦次地说 拿到报告后再跟她报告 结果山田呆住 小倩立马慌张解释说怕自己传染给她 所以看了报告结果会安心一些 看着山田离去的背影 她流露出寒情默默的眼神 好朋友小桃得知小倩生病后 隔天领着大包小包的食材过来看望她 之后朋友询问小倩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毕竟她只要感冒一发烧就会引发成重症 小倩表示昨晚山田有来关心她的情况 并且已经带她去过医院了 听闻好朋友震惊 误以为她俩已经在默默交往了 毕竟这世上 哪有男人能够对没有感情的女人 做到这种地步呢 小倩表示两人目前只是朋友而已 操碎了新的好朋友在临走前叮嘱小倩 谈恋爱要看准时机 好朋友走后 小倩独自一人做了香喷喷的米饭 吃完饭后看书学习 这时收到山田的回复短信表示抱歉 现在才看到信息称自己身体没事 看完短信的小倩松了口气 她心想等自己身体好了之后 一定要好好感谢山田 这时手机响起收到刘奈发来的慰问 询问她的感冒是否好些了 自己这周末都可以上线 约小倩身体好了之后一起打游戏 说到游戏 她才想起来 昨天是和刘奈约好一起跟新人打招呼的日子 刚好学习也累了 顺便登陆游戏放松一下 一上线便看到琉璃将和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坐在一起 女主得知对方是那个新加入的成员SARBUG 便立马上前打招呼 此时小倩并不知道对方是她情敌山田的同班同学小春 随后三人编约好一起去打怪 让新人也能学习学习 小倩也自信地想在新人面前帅气一把 画风一转 两个菜鸟此刻正在浴血奋战 琉璃将却独自坐在一边欣赏蓝蓝的天空 毕竟如果她出手的话 怪物会被直接秒杀 眼看怪物再次袭来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四处攻击 琉璃将表示 以他们两人现在等级完全打得过这怪物 理解到位的小倩此时想到一个办法 她决定实行疯狂连打术 就是狂按技能按钮 然而这招不仅对怪物没用 反而惹怒了她 看不下去的琉璃将想要开口提示 小春拒绝 表示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规律 时光飞逝 两人瘫倒在地 手指都快戳断了 他们也未能伤到怪物分号 直接给人熬走了 结束后 小倩给游戏大神山田打去电话 她将刚刚在游戏中遇到的怪物说给大神听 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攻略 山田表示 这种随机出现的boss自己没怎么打过 不过又说如果有什么机制的话 就抓住机制的空隙拼命连打 如果那样可能会增加超强的杀伤力 不知不觉 两人从九点半聊到十一点多 山田询问小倩说有事找她 所以是什么事情 挂完电话的小倩紧张的手一直在抖 随即女主给小桃拨去了电话 表示自己有话要对她说 过后两人约好见面地点 隔天小倩来到两人相约的咖啡店 嗅到恋爱酸臭味的小桃一脸期待 结果小倩却只是询问小桃 在她看来自己为什么会被甩 小桃不知道说什么 她很失望 本以为小倩终于要坦白了 她特意约了面聊想促膝长谈 甚至在等女主病好的这个礼拜 她中途只参加了三次联谊 她表示结果等来的 却是这个无聊透顶的话题 她想听到的 可是能让人感受到快乐的恋爱话题 真是大失所望 小倩表示 让她先听自己说完 她又称自己最近也考虑到了恋爱方面的问题 她为了能够向前叹齐 所以想改掉身上的诸多缺点 但她又不知从何下手 她想也可能还有什么是 自己没能发现的缺点演变成了坏习惯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一想到自己身上有对方接受不了的致命缺点 她就感觉自己这辈子完了 她甚至还想 就算丢脸也该问问前男友当初分手的原因 小桃心神疲惫表示并没有什么缺点 这时店里进来两名烂桃花上前打招呼 原来他们是小桃前天的联谊对象 因为这两人太难产 还喜欢动手动脚 所以她当时立马就走了 小倩无力吐槽 什么人都能联谊 两名烂桃花不由分说就坐下来想一起拼桌 即便两人都极力拒绝 小倩更是直言对方不讲理让人很是困扰 然而对方却不以为然 直直地贴上来 对面的一位更是大胆 直接上前凑近小桃闻她身上的味道 小倩刚想上前制止 听到服务员的声音端着餐食走过来 她定睛一看对方尽视英太 眼看说不动对方 凌若冰霜的英太再次出声 两人看着英太气势凌人的态度也只好离去 小桃看着英太帅气的脸庞刚想放花吃 在她得知帅哥是小倩游戏的会长 心感不可思议 最后英太下班 此时的她只想立马回家 陪伴可爱的妹妹 刚出来的英太就被小倩叫住 直言自己有话想对她说 一脸认真的模样让英太玩笑性的以为 她要来个爱的告白 随即英太询问她有什么事 等了半天 扭扭捏捏的小倩半天也没说出个字来 一旁看不下去的好朋友小桃大声讲了出来 英太感慨 毕竟第一次在游戏遇见小倩的时候 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很是消极 想必应该是刚失恋的时候 英太看来现在的小倩已经好好地振作起来了 小倩解释也是想让自己进步一些 她想知道身上有没有自己其他没被发现的缺点 但转头看到英太的脸 就想把自己的事情分享给她 毕竟难过的时候 她在小桃和英太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安慰 所以她想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自己有了喜欢的人 此时英太早已心领神会 毕竟那个人她已经认识很久了 英太又想为兄弟拉好感 她更是直言自己的兄弟虽然长得帅 但不会有比她内心更温柔的人了 她虽有些迟钝 但是很聪明 英太告诉小倩只要保持自我就好 无需改变 如果她能将心意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 就是最好的方式 大家鼓励小倩去告白 毕竟女人就该有胆量 有了念头就要立即行动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点燃了小倩的决心 她决定要去放手一搏 小倩一路狂奔 此刻她只想见到心里想着的人 虽不知自己是何时喜欢上她的 但当察觉到的时候 她会对那个不苟言笑的人 对自己露出的笑脸而感到无比的开心 虽然她一直把心藏起来装作不知道 告诉自己都只是朋友而已 但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 此刻想必是没有意义的 女主气喘吁吁终于来到门口 暗响了门铃 在看到山田诧异的表情后 小倩紧张地打起了招呼 随即她鼓起了勇气刚准备开口 被站在路口聊天的两位邻居打断 无奈小倩只说了句 今天天气真的很暖和 眼下山田要赶着去上补习班 所以她想让小倩有什么话 可以跟她一起边走边聊 此时小倩感觉自己突然跑来过于唐突了 毕竟山田也有自己的事要忙 她刚想出声表示自己下次再来 山田伸手越过小倩关上了房门 顺势堵住了她 男主表示让小倩稍等一下 自己则去换件厚实的衣服 女主刚抬头 便看见对方毫无顾忌地脱掉了上衣 吓得她赶忙转身 随后两人走到街上 小倩还在思考自己该怎么开口 毕竟大街上人这么多 虽然知道时间不多了 但也不想在这么慌张的情况下说出口 思来想去的她决定下次再说 忙于思考没看到红灯 山田一把将小倩拉住躲开行驶的车辆 她察觉到小倩今天异常的慌神 拉过她的手 穿过人行道 看着对方的手 冲动过后的小倩此刻似乎有点退缩了 她心想就这样保持现状 不说多余的话 继续依赖她的体贴也挺好 但她又觉得这样隐藏自己的心意 似乎又显得有些卑鄙 随后两人走到地铁口 小倩最终也没开口 刚准备离开的山田 看着小倩无精打采的样子 男主突然转身回来 询问是否是很重要的事情 虽然会有点晚 但等补习班下课会给小倩打电话听她说完 小倩听后顿时开朗 看着她的笑脸 山田也不自觉跟着开心起来 一场大雨结束了补习 好友小刚知道山田有带折叠伞 便想蹭一下 但他了解到小春也没带伞 便把一同撑伞的福利让给了她 小刚对小春说 这是你俩独处的机会 让小春把握好时机 毕竟 如果一方不主动的话 就不会有故事发生 过后 小春主动开口 希望山田可以送她去车站 两人一起走在路上 聊天着游戏的内容 这时 一个酷似小倩背影的女生出现 山田不自觉地盯向对方 小春看着山田 奇怪地反应不言而喻 两人走到天桥 看到小春淋湿的肩膀 细心的山田决定把伞交给小春 自己则打算跑回家 毕竟她心里还想着跟心仪对象的电话呢 不等小春说完的男主撒腿就跑了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小春落寞地站在原地 她又好似下定了什么决心 立马向前追去 呼叫着山田的名字 不巧撞到了路人 眼睛掉落在地 顶着模糊不清的眼睛蹲在地下寻找 听到动静的山田也转身折回 帮她捡起了眼镜 小春看着帮自己捡起眼镜的暗恋对象 脱口而出的表白 她便看着她无声地哭泣 雨水打湿了她的全身 山田默默地将伞撑了起来 冲动后的小春 为自己突如其来的表白感到抱歉 但她还是恳求山田 今天可以考虑一下她的事情 另一边 小倩一边学习一边等着山田的电话 直到十点多才收到山田发来的短信 男主表示抱歉 今天没办法通电话 下次再说 隔天 山田再给刘奈当家教 英泰询问山田 昨天是否收到了女生的告白 山田惊讶为何她会知道 英泰表示自己无所不知 却误认为告白的女生是小倩 她正感叹小倩的破例时 听到山田说还在考虑中 一时雨色的英泰 以为是自己搞错了山田的想法 并且英泰直言山田太过于优柔寡断 如果不早点回答清楚 就是在给予对方希望 玩弄对方可是不对的 临近傍晚 山田来到小倩打工的地方 想当面为昨晚的事情道歉 小倩却说不是什么大事 她没放在心上 借口说已经找好朋友聊过了 比起这个 小倩反倒看出山田今天看着似乎没有什么精神 山田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她大概是累了 一副无精打采的小模样 小倩转移话题 想用游戏挑起她的精神状态 她称自己最近在游戏里 获得了一把新武器一直想找她炫耀一下 可惜她都没上线 山田询问是什么样的武器 小倩回答不上来 便从口袋拿出一支游信笔在山田的手上画了起来 她虽然不知道山田发生了什么 但小倩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她 她希望她能变回以前那个无拘无束的美少年 此刻山田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原来她不爱说话是因为害怕说出多余的话 她从来不会过度解读别人的心情也分不清玩笑话的真假 她常常认为自己就是个无聊的人 但在小倩的心中 山田却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有时会毫不客气地吐槽 这点让她还蛮喜欢的 想到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算不开口说话 山田也会观察四周 总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情绪 看到别人有难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 毕竟自己也曾被山田拯救过好几次 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今晚是小春告白后收到答复的日子 她卸下遮挡颜值的眼镜 放下了急腰的长发穿上了长裙 这情景看得老妈和小舅子都惊呆了 她来到天桥 等待着暗恋了三年之久的男神准时抵达 男主守时这一点也让小春格外地喜欢 此刻的她 也明白自己接下来肯定会被甩 但小春还是想将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 毕竟从高一时就喜欢上了山田 为了不被发现 她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的心意 反之告白之后 今天一早醒来 她想到不须再隐藏喜欢山田的心意 而感到轻松了不少 所以哪怕被甩 此刻的小春也不会后悔 只因她太过喜欢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心意 喜欢山田玩游戏时的操作 打起怪来的面不改色 也从不责备他人 这种成熟的地方让小春觉得很是特别 她也喜欢她在教室里 看着窗外发呆的样子 还有她说话时放慢的语速和清冷的声音 显得很是稳重 包括她安静的一面 还有走路的姿势 跑步的样子 以及困扰的时候喜欢眨眼睛的习惯 包括她对任何人都很亲切的态度 这些她全部都很喜欢 还有山田帅气的长相 但也从不因此而炫耀 这点她也是喜欢到不行 但又怕别人把自己当作追星族 所以这些她从来不敢说 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暗恋 虽然小春知道山田身边喜欢她的女孩子多得数不清 但她坚信自己绝对是最喜欢她的那个人 虽然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让她的视线模糊不清 可此刻的小春没有狼狈不堪 属于她的另一个世界 终会以豁然开朗的姿态呈现以幸福的名义生活 山田拒绝了小春的心意 毕竟现在的她早已经心有所属 小春回过头看到山田手背上的话 凑近一看便知道了做话的人是谁 听到山田肯定地回答 小春难免会忍不住有些伤心 因为她早就知道了 她一直默默注视着山田也知道 她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即使没有任何人发现 但小春只看一眼便能立刻察觉出来 事后两人告别离开 小春想帅气地转身走掉 却因没戴眼镜撞上了自动贩卖机 这动作经得山田一机灵 察觉后并开头打算送小春回家 独自回家的路上 小春大放悲声 山田到最后也是如此的温柔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另一边 女主小倩正在为鸭田先生举办的工会聚餐 而精心打扮中 好友们都在烤肉店门口等候 到场的小倩刚抬头四处观望 英泰便能立马接收到信号 告知她山田有事 要晚点才能过来 他们刚进店里就见识到了资本家的人脉 接二连三遇到熟人前来跟鸭田打招呼 几人更是送上食物聊表热情 大家吃着顶级的牛肉 幸福的脸都变了心 身为资本家的鸭田先生 在这个年纪能接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享受愉快的氛围 这让她每天都很开心 山田姗姗来迟 众人等候已久 原来小倩将刚刚别人送来的酒 一口接一口的猛干完了 现在她醉得糊里糊涂 很有眼力见的英泰表示 山田完全可以先送小倩回家 她甚至贴心地为小倩买来了水 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后 女主真诚地向山田表达了歉意 毕竟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因喝醉酒麻烦对方了 女主眼看时间不早了便准备独自回家 山田直言要亲自送她回去 原来一分钟前 正在买水的山田碰到了两名醉鬼旺 想要搭讪漂亮可爱的女生 因此山田不放心小倩独自醉酒回家 随即两人顺其自然地牵上了手走在路上 这时小倩的鞋跟卡进了地砖缝子 山田贴心地蹲下拔了出来 这一刻 两人四目相望 竟都有些害羞 她起身准备要走 小倩自然地将手伸出 却落了个空 山田回头看见她缓缓放下的手 到门口后 山田准备离开 小倩借着酒精状态快步上前抓住了她 山田和小倩表白了 表白后山田准备离去 小倩回忆起两人初次相遇的画面 此刻的她担心自己在做梦 磕碎了酒会错了意 莫名地有些不安 她询问山田自己明天能否打电话给她 这一刻 双方都不言而喻 山田快速上前将她抱住 两人紧紧相拥 只需一个拥抱 双方已确定了心意 隔天小倩将两人的事情告诉好朋友 一旁的好友表示 自己以前谈过年下的男友 并且她坦言对方更喜欢成熟的女性 与自己完全相反 所以他们二人最后已分手结尾 这对刚进入恋爱阶段的小倩来说 似乎成了一大难题式 而后与山田两人相约在咖啡厅 小倩为了突出成熟女性的一面 她表示男友马上要进行大考应该会很忙 不需要特意花时间来陪伴她 小倩不想成为负担 但同时又希望对方可以多多依赖自己 反之 山田并没有听懂小女友在讲什么 因为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女友的嘴上 女主一张一合的模样若隐若现 尖尖的虎牙很是可爱 让她挪不开眼 经过一番挣扎 小倩决定丢掉伪造的成熟女性雕 毕竟保持自我才是真理 山田一货刚刚在咖啡厅小倩说的话 她不理解 恢复自我的小女友直率地表示 只是想单纯地想牵着手一起走 自此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